目前国共两党正在出动机 紧锣利物商团 将建立一个独立 自由和平的新中国 你是不是潜入我的房间 拿走一份图示 那个东西到底有什么秘密 为什么那么多人都想得到 就这个东西对共产党很重要 我们好不容易敢做了日本鬼子 内战一旦满覆 就会成为战争罪犯历史的罪人 你到底是什么人 有人在利用他调查婚犯 秦宇接近他是有目的的 你说秦宇 我以为也是特务啊 他一直在利用你你知道吗 你只不过是他手上的一颗妻子 你下一个要干掉的人到底是谁 今天我要杀了 上头有命令你不能直接来找我 哥 我要被你帮住 哥 我要被你帮住 你是特务吗 你真的是共产党吗 其实我和你一样 只是一个喜欢和平 不喜欢战争的普通人 一个普通人 不可能做出这样 惊天动地的事情来 这场惊天动地的斗争 你不也参加了吗 所以 我们走的是同一条路 对吗 其实你我本来就是 同一条路 只不过中间插入了 太多不和谐的音符 不过没事 我们终于守得 云开剑月明了 我好像听见狼的叫声了 也听错了 原成没有狼 你喜欢狼吗 我喜欢狼的精神 它们既可以集体作战 也可以孤独地在荒原中监守 永不言弃 是你 小枫 原来你就是玄狼 百里 你是飞狐 我一直以为你是中童的人 百里 百里 我一直相信你有分辨是非的努力 可是 可是我 我曾经很矛盾 好几次我都差一点被吴国汉给利用了 对不起 小枫 记不记得我跟你说过 终于有一天你会向我道歉的 小枫 你是什么时候加入地下组织的 在认识你之前 那你为什么一直都没有告诉过我呢 对不起 这个理由你应该知道的 我们组织有严格的纪律 那么两年前 你突然不辞而别 也是因为组织对吗 两年前 就在我们外出准备杜明月的前一天 我突然接到上级要我立即撤离的命令 说我的身份已经暴露了 还有几率 我没有别的选择 还记得我们那天跟你说过什么吗 你要离开原城 我是说假如 假如有一天我要离开原城 你会懂吗 不会 因为我们永远都会在一起 不管你去哪儿我就跟着你去哪儿 反正不会分开 那假如有什么特殊原因 我们不能在一起了 特殊原因 我想不出有什么特殊原因 能够让我们两个人分开 我是说假如 假如有 那我得想想 看看你让我等多久了 假如 我不能确定你什么时候能回来的 假如我不能确定你什么时候能回来的 不许这样说 我不要跟你分开 难道你忍性过一个人伤心流泪吗 你知道等待的滋味有多苦吗 与其那样的话 我还不如死了算了 你的话提醒了我 与其让你孤独等待 不如让你恨我从而忘了我 重新开始新的生活 于是日我请祖师帮忙 找人假扮成我的新欢去找你 我当时自私地想 长痛不如短痛 也许痛过之后 你就会快乐起来 你错了 两年了 心底的那道伤疤 虽然已经结痂 但是时不时地还会渗出血液 追心的痛 我连死的心头有路 还好当他一直都陪在我的身边 小枫 过去了 一切都过去了 瞧咱们俩这是在干嘛 哪还像个共产党人呢 革命 就一定会有牺牲 比起胡凡他们那些 为革命捐取的同志来说 这点委屈算得了什么呢 不自由 勿宁死 不自由 别哭了 走吧 我带你去一个地方 刚才你说 两年前你的身份被敌人怀疑 那现在呢 当初怀疑我的那个人 已经让祖师派出除奸队 把他给干掉了 所以 我才敢怀疑袁崇 你呢 你怎么加入组织呢 你走后不久 陶希盛以蒋介石的名义 出版了一本 叫《中国之命运》的书 那本书 篡改并且伪造了中国历史 歌颂封建主义鼓吹法西斯 还抨击共产主义和自由主义 说共产党领导的新四军和八路军 使新式军阀变相割据 还暗示说要在两年之内 消灭共产党 这本书已经出版以后 引起了轩然大波 很多爱国人士和学生 上街游行 抗议蒋介石集团 想要发起内战的野心 当时我也参加了这场游行队伍 是吗 那时候我已经到了延安了 我确实听说原成有很多集会游行 让特务给镇压了 还抓了大批爱国的人还有学者 是 听说被抓的那些人后来 莫名其妙地都失踪了 我侥幸逃脱以后 对国民党的统治彻底地失去了信心 后来 我经常会去参加一些爱国人士的演讲 有一次 在一个很偶然的机会 我认识了一个大姐 后来经过大姐的介绍 我加入了组织 正式地成为了一名革命战士 加入组织以后 我一直恳请上面能够派给我任务 可是大姐说 我的任务 就是继续保持原状不动 如果上面有需要的话 会随时启动我 大姐出事以后 我就跟组织失去了联系 直到前不久 组织才找到了我 说 让我以飞狐为代号 协助雪狼完成一项任务 上头说 需要我的时候 会在周易夫的药铺门上 挂上一个马灯 可遗憾的是 马灯没看见 却看见药铺的门上 贴上了封条 是 我们在原城的组织 遭到了严重的破坏 上级要求我们立刻撤退 但是我 周易夫 还有郑伟民 我们三人坚持留了下 郑伟民 是警备团部的那个参谋吗 是 胡凡刚到原城被抓的时候 他还出手营救过 原来他也是我们的人啊 其实他主要负责 就是策范警备团长营小河 飞到重要关头不会动用他的 但是做了一个 怎么了 我们在袭击行语的时候 中了埋伏 他牺牲了 也不是 是 药 人之后 别难过了 我死 果生 我死由柔 身遂死 但精神常灾 好 中文字幕 李宗盛 这是你顺方的术 物鬼远走 谢谢 这两条线交的线 应该就是经纬线吧 东京一百一十七度 北纬三十度 没错 这就是九华山中心位置 九华街的地理坐标 胡凡那时候曾经派人去找那批专家 但是却被庄小丹抢线一步 把他们都给劫走了 所以我们现在最重要的任务 是要找到那批武器 把那些设备给炸了 图上这个三角形 应该就是武器的位置 答应了 就在周子余的那个护身符上 佛光 应该是一个地名 地名 为什么这么说 这件事得从一年前说起 有一天一个小男孩跑到我们报社 你是说 你现在才知道 你爹 你娘 不是你亲生爹娘是吗 嗯 我娘说 我是她六年前 在路边捡回来的 六年前 我娘在安徽池庄九华街做零工 有一天她看见我一个人在路边哭 就问我家在哪里 我说在佛光村 佛光村 那你娘现在在哪儿 我娘 我娘她跟她死了 她临死前让我来找报社 让你们帮我找我的亲娘 后来 我陪着那个叫陆生的孩子 去了一趟安徽池州的九华街 当地人说这几年 经常会在街上看见一些被遗弃的孩子 而且面色惨白 大多数都有病 问他们 说家在哪儿 他们都说在佛光村 可是当地人说根本就没有这个地方 后来我做了详细的调查 安徽境内 根本就没有一个地方叫佛光村 那我就好奇了 那这些孩子 为什么都要一口同声地说 他们来自佛光村 而且他们的父母 为什么要遗弃他们 我也觉得奇怪啊 这一年多我怎么想都想不明白 那那个叫陆生的孩子 还记得佛光村长什么样子吗 我曾经问过她 她说她经常会做梦梦见那个地方 我想 可能 是那个孩子出生的地方 所以她一直印在脑子里 那你现在还能不能找到陆生的孩子啊 应该可以 怎么 你想见她 我想带她去趟九华村 好 我陪你一起去吧 你打算什么时候动身 事不宜迟 当然越快越好了 越快越好啊 可是 我答应了寥寥 要帮她杀了秦宇报仇 这一走 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回来 我是担心寥寥 我怕她报仇心切 沉不住气 万一她一个人去找秦宇 那就坏了 她哪是秦宇的对手啊 好 实在不行 我们就先杀了秦宇之后再动身 刚好这样也可以慰问队长摘天之灵 好 你去哪儿了 你怎么现在才回来啊 我去找欧阳晓风了 怎么样 她没事吧 没事 对了 那个大街上死的人是谁啊 她的一个朋友 原本说 要刺杀秦宇 没想到却中了她的计 秦宇实在是太狡猾了 了了 你别失望 我答应你的事情我一定会办到的 你放心 秦宇一定活不过明天 你做好准备咱们随时离开原城 知道吗 好 你去哪儿我就去哪儿 还有 通知你的父母也一起离开 以防万一 放心吧 我父母三年前就去陕西看我外婆了 我通知他们别回来就是了 好 只要秦宇一死 咱们马上就离开原城 是啊 咱们 另一个小串 那哪儿 这有时候 好吧 没有办法 还有一招 报告 站长 有情报 以后凡是我给你的情报 我就会在纸条的右上角 撕个小口子 只要没有口子的 就一定是欧阳晓峰给的假情吧 访问我 接吧 站立点 如果是晴云 就约他去你住的地方 就约她去你住的地方 接吧 站立点 喂 民生报复刊部 是我 在忙吗 不忙 怎么了 想我了 是 你呢 在想我吗 我当然想你啊 那一会儿见见你 以为你相思之苦 好啊 那一会儿你去我那儿吧 嗯 好 一会儿见 啊 一会儿见 那接下来怎么办 等欧阳晓风的消息 只要秦鱼已死 我们马上出发 离开园城 播一下 老台 老台 陆生 陆生 大娘 问你一下 你认识陆生吗 认识 那你知道他去哪了吗 自从他娘去世后 他很少回家 经常在外面乞讨 那麻烦你再见到他的时候 转告一声 说有个白记者 找他有急事好吗 谢谢啊 转告一声 转告一声 难道是记奥了 喂 那俩 是我 怎么样 顺利吗 有点麻烦 请遇上看看最后的我们的行动 那怎么办 现在咱们的处境都非常危险 行 你和白玲马上出发 按计划进行 那你们怎么办 对了 白玲还没有回来呢 我 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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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悦 你的死气到我 把枪放下 怎么办 怎么还没回来 去哪儿了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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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总算回来了 刚才晓风打了电话 说行动有些不便 让我马上就出发 可是陆生我还没有找到呢 那怎么办 算了 算了 别等他了 等咱们会合以后再商量吧 走 来 姐姐姐姐姐姐 陆生 你去哪儿了 我听老奶奶说您找我呀 是啊 我们要带你去找你的亲爹亲娘 好吗 真的啊 太好了 小心烧雷 天风 快上车 快 没事 没事 什么事 是 帮我少风前走那个工厂 快追 是 我看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杨茜茜